历史世界频道 仁川登陆战 代号铁格行动Operation Chromite 是韩战中一场决定性的进攻级战役 战役开始于1950年9月15日至9月28日结束 在两期行动中 联合国军通过在敌军后方一系列登陆攻占了经济道的人川 并突破釜山地区战线 当时参与进攻的联合国军主要是由美国陆军五星上 将到格拉斯、迈克阿瑟所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组成 仁川战役击退了当时入侵的朝鲜人民军 联合国军接着展开反攻 一连串的胜利向北的进攻与压力将触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 中国人民志愿均干预联军北上攻势 仁川登陆之构想是迈克阿瑟在韩战爆发后四天的1950年6月29日视察韩国战场后提出的 迈克阿瑟认为朝鲜人民军将会把大韩民国国军从汉城击退 他认为就算有美国的增援、憔悴、缺乏机动力及装备低劣的大韩民国国军 也不能阻止朝鲜人民军的进攻 他相信只有在敌人后方实施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能令局势改善 因此他希望在仁川附近实施登陆以切断人民军支补给县令他失去战斗力 从而赢得战争胜利 为了完成这次庞大的两栖登陆行动 迈克阿瑟要求动用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军 这支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中 已证明了其实施联合两栖作战之能力 但是海军仍未在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内 及美国国防部长路易斯·詹森右翼 路易·强森的战后裁军行动中恢复过来 事实上詹森希望取消整个海军 即将海军陆战队远征军人数 从最高峰时的30万人缩减至27000人 很多海军登陆艇及两栖战舰已经被出售 作为废物被拆毁或转移至美国陆军专用 当仓促的重新装备二次大战时期登陆艇 从釜山周边阵地撤出及重新征兆的海军陆战队 集合在一起后 海军指挥官认为有能力实施这次进攻行动 2、3 迈克阿瑟决定使用美国远东司令部 FACOM的联合战略及行动组 JASBOG策划行动 最初之计划令其他将领非常怀疑成功之可能性 因为仁川之自然环境及十分坚强的防御攻势 进入仁川有两个航道 飞鱼峡及东航道 它们很容易被水雷封锁 航道的水流十分快及危险 三至八节 然而毛的十分细小及港口被很高的海体包围 指挥官阿里G.卡伯写道 我们列出了每个自然和地理障碍名单 在仁川所有项目都榜上有名 这些问题 加上朝鲜人民军的进攻 迫使迈克阿瑟取消于1950年7月 在仁川登陆的最初计划 蓝星行动 虽然有这些障碍 迈克阿瑟在9月提出了修改的 仁川进攻计划 100B计划代号铁格行动 詹姆市杜里海军上将简单总结到 最好我能说在仁川是不可能的 军官们在简介时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是否可选择 如全罗北道的群山等其他登陆地点 在简报后迈克阿瑟用了45分钟解释选择 仁川的原因 他说因为仁川已被严密防守 敌人不会估计到进攻在这里出现 而在仁川的胜利亦可避免 因在更北方而出现之严酷冬季作战 联合国军队可在仁川的行动中切断 朝鲜人民军的补给路线 同时仁川被选中弗雷斯特匹 谢尔曼海军上将及J.劳顿科林斯陆军上将 回到华盛顿及批准登陆行动 在仁川的登陆不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第一次大型登陆行动 第一次是在1950年7月18日 由美国第一骑兵师在浦项的登陆 但当时行动不是在敌人的占领区内进行 亦没有遇到抵抗 在仁川的主要进攻开始前七天 代号储地杰克森 Truly Jackson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和军事情报联合侦察行动中 一组游击队抵达仁川 该队人员由海军上尉尤金克拉克率领 在港口入口的永新一个岛屿登陆 在这里他们将情报发回给美军 在当地居民以及日志时期潮汐记录的帮助下 游击队收集了关于潮汐、淤泥滩、海提及敌人防御攻势之情报 最重要的贡献是重开在班尼岛的灯塔 当朝鲜人民军发现盟军的情报人员已进入半岛后 他们派出了16名步兵实施一次扫荡 游金在一艘山板上架起机关枪 积极成了前来进攻的小艇 作为暴富 人民军杀死了最多50名曾帮助游金的平民 在实际登陆进行前 一系列的训练及试验在韩国的海岸与人川相似的地形进行 这些训练旨在完善登陆船的时间及表现 在登陆部队接近时 数艘联合国军的巡洋舰及驱逐舰炮轰跃围倒及扫除在飞鱼辖航道上的水雷 当加拿大军参加韩战时 其巡洋舰卡玉加号、阿帕切号及苏族号炮轰海岸 快速航空母舰部队实行战斗掩护 封锁及对地攻击之任务 第九驱逐舰中队在美军曼斯菲尔德号率领下 冒着敌人炮火下驶入东航道及进入仁川港 该攻击显示出一场登陆行动即将展开 在越围岛上的朝鲜人民军军官通知上级 表示其希望将敌人赶入海中 在战役中的小舰队由詹姆斯·贝斯特指挥 他是两栖作战的专家 贝斯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了很多两栖登陆行动 包括雷伊泰岛战役及诺曼蒂登陆 绿滩 1950年9月15日早上6时30分 美军第十军的先头部队在越围岛北部的绿滩登岸 登陆部队包括罗伯特·塔普莱特中校指挥的美国海军 陆战队第五团第三营及第一战车营的九辆M-26潘兴战车 其中一辆装有火焰喷射器 火焰喷射坦克 及另外两辆装有推土机片 登陆部队使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计及制造的坦克登陆舰进行登陆 在日出前占领全岛 联合国军只有14人死伤 七、朝鲜人民军的伤亡包括超过200人阵亡及136人被俘 主要造成伤亡的是第918炮兵团的炮击 及第226独立陆战团的正面进攻 在绿滩之登陆部队一直等待至下午7时50分潮涨 使其他部队可以登陆 在这段时间内 大规模的炮轰及轰炸沿着不满反坦克地雷的滩头阵地进行 以阻止人民军之反攻 第二登陆波将转向在红滩及蓝滩进行 人民军没有预料到联合国军进攻仁川 在绿滩的战事前 其预计主要的进攻将指向群山 可能由于美国的反情报网误导 结果只派出少量部队往仁川 而且他们来得太迟 在联合国军到达红滩及蓝滩后才到达 而已经在仁川的守军亦被克拉克的游击队削弱 凝固汽油弹的轰炸亦破坏了主要弹药库 总共有261艘船涌入港内 红滩 红滩登陆部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五团 使用梯子爬越海堤作战 当压制了朝鲜人民军之抵抗后 他们打开了通往越围岛的堤道 令坦克可以从绿滩加入战斗 在红滩之部队共有八人阵亡 及28人受伤 蓝滩 由刘易斯·伯维尔普勒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团 在远离之前两个海滩南面的蓝滩登陆 当他们到达海岸时 几门人民军大炮的综合火力 集成了一部两栖登陆艇 破坏性的炮轰及轰炸压制了朝方防守 当他们最后到达时 在仁川的人民军已经投降 因此蓝滩的联合国军只付出很少代价及遇到微弱的抵抗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团付出很多时间 以增强滩头阵地的防御及准备向内陆进攻 在清除仁川的朝鲜人民军抵抗后 补给及增援的行动立即开始 海军工兵营及水中爆破大队UGT's 海豹部队前身 已经到达与海军陆战队一起 在绿滩建设了福通码头及清除了水中的残骸 码头是用来卸下余下的两栖登陆艇 由今日成在联合国军登陆后所写的文件指出 原本的计划是在一个月内结束战争 我们不能消灭四个美军师团 我们因联合国军 美国空军及海军的出现而感到震惊 9月16日 朝鲜人民军知道了他们的错误 派出六辆计 34型坦克到滩头阵地 联合国军立即作出反应 VMF-214中队的二架F-4U海盗 是战斗机攻击了这些坦克 空中攻击消灭了敌人一半的坦克纵队 但是却损失了一架飞机 由M-26潘兴型坦克发动之反攻 消灭了剩下的朝鲜人民军装甲师 即清除了攻占人川的道路 9月19日 美国陆军工兵修复了通往内陆长8英里 13公里的铁路 金浦机场已被攻占及运载燃料及军械的运输机 开始飞入在仁川的机场 海军陆战队继续卸下补给及增援 到9月22日 他们已卸下6629辆车辆 53882名士兵 及25512英吨 23000公顿 补给品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